心態不平衡欸 你需要花到一萬多塊去買一支吹風機嗎 沒必要吧 無限的充電就是一個很... 廢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說Dyson多好用 有紛爭 內心已經關 你先休息一陣子 我真的忍不住了 卡給它刷下去就買了 瘋了不行 我一定要擁有它 我沒有廢品啊 我人生中就是沒有廢品 不要啦 換手機很麻煩的欸 你以為是電話少女欸 你會覺得換手機很麻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 我是李佑祝大家新年快樂 耳龍一整年 欸不是啦 我是要祝大家 就是聽得盡好話 聽不盡壞話 那2023年呢 過完了一整年 大家有沒有好奇 我們電話少女的主持 都花了錢 買了哪些科技產品呢 那買最多的我覺得 可能是Casey 因為她就是 超愛買一堆有的沒的 跟蜥蜴有關的東西 感覺她會買一堆廢物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 靈魂拷問她們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Casey 這邊呢就是我 去年買的東西 有一台角落社會拍立的 一台迷你酒師 他們是在同一年買的喔 然後再加上我的耳機 我是因為這個殼 這殼是官網限定的 要在三星的官網商城買才有 殼 有一個紫色跟一個粉色 我為了不要拿到粉色 為什麼會拿到粉色 紫色跟我的手機比較搭 剛開始我是選到粉色 然後我要改顏色 他不給我改 然後我就關掉 然後隔天再開一次 然後從家到購物車 對就是要刷到紫色為止 買了今年最滿意的S23 Ultra 我到現在還是不想換掉它 雖然24的防守陣有一點厲害 因為我原本不是拿A53嘛 然後我要幫我幫他換手機 手機可以一踩那個背蓋子一掉 我說這種東西你告訴我你不要換 我那時候拿A53給他換的時候 他就說不要啦換手機很麻煩欸 你女兒是電他少女欸 你會覺得換手機很麻煩 這個我就很不爽了 他們在國外的官網限定色有藍色 然後今年也有官網限定色 竟然在台灣有 心態不平衡欸 其實我還要買一台吹風機啦 Panasonic 其實大家都說Dyson多好用 有紛爭 我覺得Panasonic才是吹風機的神 我很喜歡他NA系列 就我覺得Dyson對我來說風態到 整個會被吹得 痾痾痾痾這樣子 吹過Dyson之後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Panasonic 他跟我的吊吊比較合嘛 因為那時候太急著買了 就買了一台 就是比較中階的 那也是還蠻好吹的啦 Panasonic真的很好用推薦 他一直要買那麼多幹嘛 就是因為有一些失心瘋 就是那時候就是單純很想要一台拍立得 那時候要去香港版 我就覺得香港就是一定要有什麼 復古膠片感有沒有 手機濾鏡也做得到啊 沒有這手機濾鏡拍出來 就是跟他立得感覺不一樣 反正我家裡還有另外兩台相機 一台單眼一台CCD 一台拍立得跟一台底片 四台相機去香港 大家看到嗎 它是角落生物限定版 就我那時候其實剛開始 最想買的不是迷你90 就是一台也是有角落生物的 甚至翻片那種 日本的二手拍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點悲傷五階段 就想說好我就破冠破 就是先從不能接受 然後再到崩潰 然後再到慢慢接受 就是一個悲傷的循序漸進 買迷你90算是有點半妥心 結果買下去之後 角落生物今年出電影 所以就再推出一台聯名拍立得 過這個春就沒這個電影 不能再愛人錯過 不想再跟角落生物錯過了 因為那時候台灣就還沒人在代購 我甚至是自己從日本的 Amazon上面買的 超瘋我還附在國際運費 因為它這台的型號是mini 12 他們家比較初階的機種 所以它不像mini 90 這一台就那麼貴 它的單機其實是滿便宜的 它貴就是貴在運費 還有角落生物 然後如果我要出門無鬧拍 就會帶這一台 就我那時候已經有預想畫面了 我才會帶它出門 不然只是跟朋友出門的話 我會背這台而已 就是那明天當中 可以背這台嗎 我覺得沒有欸 因為我不喜歡浪費錢 只要知道自己浪費錢 我會很難過很難過很難過 我們每天上下班都會帶著我的耳機跟手機 欸這也是 我真的覺得等要自駕的東西配對最舒服 三星的耳機跟手機 喔那打開就連上那感覺超爽的 說它們是雷拼 我自己也會很難過 我都是有愛在看它們的 我想要買的是一個 AG的有一個耳機 那個耳機超讚的 大概台幣2000多到3000之間 但那個音質 絕對有媲美到五六千的音質 那時候去試聽那個耳機 就是想 轉回來到一個新的世界的感覺 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是由FINAL去調教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用過FINAL有限耳機 就是它們家物美價廉 很平價 但是音質又很散 耳機這東西對我來說已經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 蛤這有這個必要嗎 但是我又很想要價 如果還在角落生物聯名 我可能會毫不容易就直接賣下去啊 那個 太久沒拍 長片了 我是瓶子 但是好久不見 桌上這四個東西 就是我2023年買的 像是這個又出現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 不知道去年的時候有沒有記得 我有買一個我覺得最讚的東西 是電紋拍跟補紋燈二合一的神器 去年的時候我又買了一個新的 之前那個其實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後來就是常常底座會接觸不良 所以它後來就只能變成電紋拍 它沒有辦法就24小時發光 變成一個補紋燈 它現在變成掛在牆上 然後所以我24小時的開照 你只要插著電源線就好了 但是這一支呢 我覺得同時是我2023年買的 最雷的產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快問我 我想要好好跟你講 為什麼 我大概有買了 已經有四五個月了吧 我幾乎沒有聽到 它在當補紋燈的時候 有啪啪啪打到抓到蚊子過 你們要看嗎 上面其實是那種蚊子 打到蚊子有滋滋滋滋 那個烤焦的聲音它也沒有 它就是默默的讓蚊子黏在上面 然後死掉 它隨為一個電紋拍跟補紋燈 它不夠療癒 我可能2024年還會再買一支新的 還買 請問你買個補紋燈很難嗎 不是啊 二合一你不覺得很棒嗎 你掛在牆上的時候它是補紋燈欸 然後它就變電紋胎啦 不是 但是你買一個有用的補紋燈 你就不需要一個電紋拍啊 蚊子有時候就是不會飛到補紋 但你要靠人工去捕捉好不好 就是這一支啊 是捲髮的 捲髮 棒 之前跟小葵拍完片之後 反正就也是在follow小葵的社群 然後它就有開團購 我就忍不住上去團了一支 然後我大概使用了五次吧 不是這個不好用的問題 我買了它之後我就不想要自己是捲頭髮了 所以 想要裝扮自己的女生應該會好好學習它的用法 因為它有什麼內捲外捲 然後有不同的拉法 然後那個捲都不一樣 那對我來說這件事真的有點太複雜了 然後這個呢就是筋膜槍嘛 大家也知道就是健身教練有在用那些筋膜槍都很貴 可是這應該是一個集資平台上面的一個筋膜槍吧 然後它有很多頭可以換 買了之後其實我使用度也沒有很高 原因是 我覺得自己按好累 就是放的蠻有一點會用到 但使用度不高 我覺得還是給人家按摩比較快啦 他只討論我需要沒討論我懶得 對啊 最近大家也知道很紅很流行的那種就是多合一的 行動電源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就是朋友送的 我覺得它還蠻好用 它應該是這四個裡面 我使用度最高的一個產品 2023點的時候其實蠻常出差的 所以就帶這一顆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個盲點 它說是十合一 我不知道那個十到底是什麼 這邊就是行動電源呢 有兩個啊 反正就是Lightning跟就是USB-C 然後你當豆腐頭的時候 也是有USBA、USB-C 之外它還有無線充電 可是無線充電我都沒有使用過 我覺得無線充電就是一個很廢的事情 聖言 就是每一支手機應該基本上還是要無線充電 但是就是不無小補 我覺得使用率真的不高 所以十合一到底是什麼 我剛剛介紹了幾個 手機架 手機架 但是呢 我只有出差的時候會帶 我平常如果人在台灣 我要出去的話 我還是會帶一顆輕一點的行動電源 因為它真的偏重 新的一年你有沒有跟妳想買什麼 有 我覺得勢在必行耶 我要買iPhone 16 Pro 我要花大錢 然後在第一時間就買最新的手機 我要體驗看看那種感覺 跟上這個14的流行 我是很懶的換手機的人 我現在新手機買了 在那邊我都會放很久 然後不換 直到它已經退流行了 終於換機大概一個月內 它的鏡頭 就是那個藍寶石玻璃就被我摔破了 所以就是我決定 2024年我要祕智 當一個好好愛惜昂貴3C產品的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榮榮 這邊呢是我去年買的東西的一部分 全部都是粉紅色 那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因為我是一個對於吹風機的聲音 有很執著的人 我覺得吹風機的白噪音真的超級好聽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有事沒事 就開著然後吹一下 因為冬天很冷 我就很喜歡拿吹風機暖背 所以呢我幾乎每年都會買一台新的吹風機 這是我第三台 因為我今年上來台北第三年 像這樣還都被我燒壞了 我會想要買電動牙刷是因為呢 我前陣子去拔智齒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不是一個很會刷牙的人 就覺得我平常明明很用心啊 也很用力啊 然後牙刷都就是爆掉 結果後來醫生跟我說 我的牙齒其實髮廊只有受損 然後他就建議我去買一個電動牙刷 然後來輔助刷牙 啊當然也是先選粉紅色 因為我就是喜歡很用力的刷牙 所以我就選這種比較強度比較強的旋轉式 這一個是因為我平常呢 在外面就是有需要補口紅的需求 然後有時候呢可能在晚上就比較暗 他竟然可以開燈耶 大家有看 欸燈耶 大家有看到嗎 我發現他充電超級不方便 是這種圓孔的 還有一個致面的缺點 就是因為他的鏡子那麼亮的情況下 反而顯得很黑 然後更看不清楚自己的臉 他又超級厚 所以放在小肺包裡面是完全超佔攻堅 我直接用一次就把他打入冷宫 重點是用一次還可以掉漆 好神器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就是迷你投影機 他就是一個非常酷的氣氛小物 他原本呢其實是一個很素很素的粉紅色機殼 所以我就自己在外面貼了很多小貼紙 就是他裡面有很多小小的那個投影片 大概五個吧 有生日的啦 過年的各種 然後那時候一看到我就想說 瘋了不行我一定要擁有他 後來呢我生日的時候就用過他拍一次照 但是我很滿意 整個超級有氣氛 推 哇 有沒有超有氣氛的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在家放 這樣子放也超級浪漫欸 這是聚光燈 可是他好不清楚喔 Love you forever 米菲兔的電暖蛋 我真的超級喜歡米菲兔 就是我很喜歡就是有小小的東西 然後被關在一個東西裡面的感覺 我覺得超級可愛 超有保護慾 直接失心風燃起興趣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一定要擁有他 因為我手腳很容易冰冷 然後還有就是生理期 子宮不舒服的時候 也會放在子宮前面 放在子宮你太可怕了 放在腹部 就是一開始就是可以長按打開 然後他就會有這種呼吸燈閃爍 然後綠燈就是第一段的熱度 然後按一下就是第二段比較燙的熱度 然後呢按兩下 他就會震動 就是可以拿來敷眼睛 我覺得很棒 很推薦給大家 最後一個是這個 他是JBL的 我想要一個耳罩耳機 我想要一個非常降噪的東西 可以讓我處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可是我就覺得我的AirPods Pro有點不夠 我就是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那個時候看到 我就整個受不了失心風 然後加上我覺得他的這個鐵框 這裡 我覺得很有科技感 然後上面又是這種針織的 而且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喜歡戴大耳罩的人 我不喜歡耳朵整個被罩住的感覺 我反而喜歡就是有壓著的感覺 這樣子就是 我才會記得我有戴耳機 自己實際聽以後 我是覺得他的音質什麼 表現得也都還不錯 也沒有梳洗他一些更高單價的耳機 好用 我想要買那種大的那種台式的化妝鏡 因為我真的是在這個上面 真的是傷透我的心了 所以我想要買那個大的 大的應該就不會這樣子 它雖然已經那麼爛了 可是我還是捨不得丟 我不是一個會斷舍離的人 哈囉我是蜜桿 輪到我來介紹2023年的3C小物 所以我帶來的是SSD 還有機器泡水機 我回去翻了我所有的電商平台 全部都停留在2022年12月 所以我2023年一整年都沒有買到3C產品喔 不曉得是什麼回事 就是閃過了所有的東西 因緣際會就是有得到這個SSD 然後還有氣泡水機 但是呢 先來講一下氣泡水機好了 它我大概已經半年多沒有使用 然後它的時候超開心 我每天都會喝一整大罐的氣泡水 本身就是很討厭喝水 所以我就會想要找一些有味道的東西 或者是有氣泡水 就是比較喝得下去 但是呢 某一天就是在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說 你在喝氣泡水喔 那你要小心一點欸 我不確定有沒有直接關聯 就是搶傷情不要擂我 我就說喝了就是氣泡水 一陣子之後發現有 症結石嗎之類的 然後我就內心一金關 你先休息一陣子 你家也有一台深灰塵的氣泡水機嗎 我覺得我應該不寂寞吧 隨身SSD 這就沒什麼好說 就超好用 這超必備的啊 一定都是C轉C的嘛現在 Crucial也是我之前 我忘記是2022年還是2023年 就是有開箱過 然後那時候就印象很好 那就是傳輸速度很快很穩幹嘛 我平常就是用它來 把電腦裡面就是爆掉的資料 都存過來 或者是整理過來 那出菜的話就是帶著整理照片 結束了嗎 機哩咕嚕 挺快的 也太長 一開始沒有買的人 對啊 2024年沒有什麼想要買的 就講了蠻久一陣子了 我應該要換筆電了 因為去年初就開始感覺到 它的那個速度有急劇的下滑 開網頁的時候它就會記憶體 彰到就是100%全部買 然後CPU100%全部買 我就開個Chrome而已喔 好 它的一年手上來來去去的筆電 那麼多 還沒有任何一台就是真的讓我有喜歡 今年又是AIPC元年 所以我就在想說好 那不然來換一台就是有AI的好了 各位各家AIPC們就是 有沒有哪一台到我手上 留下來沒有再還給客戶的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特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我2023買的電器用品 其實我是個非常小資族就是金牛座 所以其實我不太買電器 因為它實在有點貴 可是我還是有買 是因為工作需要才要買 像我這個呢是Vivo V29 它是因為我直播需要 所以我買了這個手機 因為你知道直播其實很好電池 所以我買了一支手機為了直播 然後這個呢 是買手機送的音響 然後呢這個呢也不是我買的 這是我去年的生日禮物 我一個朋友送我的生日禮物 AirPods應該是算二代 然後還有送我這個殼 這是一套的 因為我每天都需要聽音樂 所以呢AirPods是個很好的東西 推薦給大家 這樣應該不會有廢品 我沒有廢品啊 我人生中就是沒有廢品 你有在用這個音響嗎 有啊 它的音質很爛 可是呢 可以聽啦 就是因為它就不用錢 我就覺得OK 要錢的話我就會去 苛刻它的品質 可是因為它不用錢 所以我覺得OK 最近想要去買手錶 Apple Watch 因為我最近開始運動跑步 然後我們跑步要自己秒數 但是我不想要就是 因為跑步去買一個運動手錶 這樣就是太沒有性價比 所以我就打算直接買個Apple Watch 可以連我的Apple 也可以使用運動的功能 完美 欸大家有覺得我今天講話比較大舌頭嗎 因為我現在戴牙套 好輪到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買了哪些東西呢 登啦 就是Soundcore的Q30耳機 這個是我前年一直心心念念 那在去年終於給它買下來的 是不是很漂亮 就是 哇 我現在聽不到你的聲音 它的降噪效果我覺得非常好 它這顏色看了心情就很好啊 我還特地買了一個掛鉤 把它掛在我的座位旁邊這樣掛 每天看到它就覺得 好快樂喔 它真的是每天看 它真的就是掛在那裡沒有用 欸對 老實說這個我忘記幾月買的 應該是三四月吧 到去年一整年 我覺得我使用它的次數不到五次 戴著這個很不方便 因為我們隨時要聽旁邊的人講話或什麼 就你要這樣子就很不方便 所以你還是要戴那種有線或是 耳藍牙耳機這樣拔一耳下來 會比較方便 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在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但是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沒關係 兩千塊買一個快樂值吧 值吧 再下一個也是粉紅色的 是Garmy的運動手錶 日常生活中比較少戴 但是呢 在運動的時候就會戴上它 那像去年我有參加一個那個路跑嘛 跑了10K 我就是戴著它陪著我 那其實Garmy的手錶 我一直都覺得它睡眠 跟運動的數據測得很準 所以我是覺得還不錯 只是因為它太運動了 所以像平常我這種 比較辦公室的穿搭 就不會那麼適合 希望今年有機會可以挑戰21K之類 我就會再戴上它了 也是粉紅色的 有沒有這個多巴胺配色的 Dyson吹風機 超級可愛的耶 你需要花到一萬多塊 去買一支吹風機嗎 沒必要吧 兩三千塊差不多了吧 直到去年有沒有 出了這個配色 我真的忍不住了 卡給它刷下去就買了 根本說不是功能問題啊 對是外觀問題 但是我看有評價 大家都說吹得非常快 是真的三分鐘 我就開始按那個手機 計時三分鐘 就趕了 染頭髮的時候設計師也說 就是你的髮質感覺變好 我就說可能是因為我買了 這個Dyson吹風機 哈哈哈哈 最後一個 就是買了一台Canone的 這個R50的相機 我們都有經營那個社群的需求 然後有時候用手機拍照 都會覺得好像不夠好看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嗯 要買一台相機 因為平常要帶出去拍照 不想要太大台的 所以有考慮Canone跟Nikon兩台 就是比較輕便型的 然後最後是覺得他拍起來顏色更好看 所以就選了這一台 那目前用下來我也覺得非常棒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我IG的話 蠻多照片都是用他拍的 但這個缺點就是需要有 一個攝影師幫你拍 就是自己比較沒有辦法 拍出一個美照這樣子 最推薦的 當然就是一個吹風機啦 其實不知道 會不會有需要 買到這種顏色的好不好 女生就是吹頭髮 真的是每天最辛苦的事 所以他幫我節省了很多時間 然後長得也很可愛 就是每天這樣拿著我就很開心 所以就是不只是功能性好用 外觀也長得可愛 就是你知道 女生就是一個膚淺的動物嘛 外觀 你之前不是說你要換手嗎 對我知道 我這個講手機 真的是講了兩年了 去年本來要買摺疊機 但是我後來拍照發現摺疊機 拍出來我沒有很喜歡 我覺得那個心 就是一顆心悬在那邊 覺得不行感覺好像還會有更好的 所以就想說等今年的摺疊機吧 但是我不想再用iPhone了 因為我iPhone已經用十幾年 我其實真的很想要換安卓 你知道換手機 一支手機就是用三四年 我就是一定要找到那種 我心心念念 除非他就像Dyson 出了一個這樣子的配色 我可能就不會考慮 他的功能性直接給他買下去 好那這樣一輪看下來 感覺大家好像都算蠻理性的 就是沒有花大錢 買一堆用不到的廢物 是吧 那他還有我們去年有沒有買到哪些 覺得CP值很高 或是很好用的科技產品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喜歡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祝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 那龍年嘛 就講一個跟龍有關的笑話 先問你們喔 就是很兇猛的龍叫什麼龍 兇猛龍 暴龍 很甜美的龍叫什麼龍 你的笑容